台東有高中心開發一個網站 叫做 平安走路 下完的消耗 可以在這個網站 提報到飛簽路段帝圖 從這個帝圖 可以看到台東的飛簽路段 是這樣把資質有夠多 議員就好由市政府 要趕緊來改善這個飛簽路段 台東市最近在地區 蕾正博英建宿 綜合評鑑家庭的成績 不過是想有過路人發生事故 有議員說有高中心開發平安走路 下完的口罩網站 讓網友自己提報 飛簽路段真的是有夠多 議員說不會有分別說 市政府只經最好的路段 也沒有對到很多危險的路口 都沒有在檢討 公民團體或是學生 那他們提供市府很多的建言 我們都會關心 謝謝 陳柳樓秀苑表示說 感謝公民團體建議 地區交通局繼續檢討 各路口行人的交通中方 嗨 我是莊宇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潔一起看新聞吧